自我介绍吧 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 Hallelujah Hallelujah I'm so happy to be with you today Hallelujah 今天的能够来到当中跟弟兄姐妹聚集 我好开心啊 Hallelujah Sorry my voice is not clear because I have been breaching yesterday for not expecting two hours on the road praying with the people That's why I lost my voice 今天的声音有点烧香 那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个服饰 很久 两三个小时都没有停的 祷告还有服饰 所以今天的声音有点 但是我相信今天的主必要完全地恢复一切 He will restore your life today 今天主要在你生命中做恢复的工作 The title of my preaching today is Divine Breakthrough 如果要说我今天有什么讲题呢 题目就是神圣的天赐的一个突破 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Divine Breakthrough Hallelujah 我们讲到属天的突破 这个属天的意义呢 不只是讲说从天上来 而且是神亲自要给你的 How many person like to have a breakthrough 我来问问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能够在你身边得着这样的一个突破 How many person 而且呢我愿意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 And I'm so thankful thank you I'm so thankful for the pastor and for the team here to invite me 很感谢宫老师还有在教会的团队你们来邀请我们 When I entered the church Wow very nice church 当我一进到教会会堂的时候 Wow就感觉到非常的喜欢呢 真的好棒的一个教会啊 The decoration The flowers And everything And the singing is so soft Very good Touch my heart 一进来我就听到那美妙的敬拜 这个敬拜真的是摸着我的心 我也对教会所有的一个设备呢 还有这个摆设非常地印象的深刻 And I like the most smallest singer I ever seen in Taiwan Singing here Hallelujah I love him so much 我特别的有感动的就是看到最小的一个敬拜者 几乎是我在台湾教会里面看到最年轻的敬拜者了 So I love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啊 我好爱你哦 We prophesy over him He gonna be an amazing singer in Taiwan 就在现在我为他发出这个预言 他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歌手 来敬拜神在台湾 Amen Egyptian pastor came and say You're gonna be an amazing singer later Hallelujah 你可以记住哦 有一天有一个从埃及来的牧师对你发出预言 你会在台湾成为大大有名的歌手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when you become a very big singer When I come shake hands with you Please have time to shake hands with me 等到你成名以后很有名 大受欢迎 不要忘记了当我来跟你握手的时候 要记得握手 Hallelujah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我们在美族 归给荣耀 And I love those angels came here and singing today Very touched my heart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But I touch my heart 因为我看到呢 在台上敬拜的这些敬拜团呢 我感觉就好像天使来到当中一样 Hallelujah Thank God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为神的荣耀同在 在我们当中感谢主 Hallelujah My name is Bester Joseph 完全的想要逃离耶稣 My dad is a pastor in the church But I don't like to go to the church 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就是一个牧师 但是我却讨厌去教会 因为Egypt is a lot of persecution So I don't like to go to the church Because they stoned me 我有什么原因呢 再告诉你们哦 是因为在埃及 这是一个回教徒的国家 那他们迫害基督徒 所以我们从小呢 就受尽了逼迫 常常呢 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 就有人拿石头往我们里面丢 他们完全讨厌基督徒啊 因为那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感谢主台湾的百姓 非常的良善 今天呢 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宗教的朋友 你跟他说耶稣爱你呢 你知道吗 他们回应给你是个微笑 还跟你鞠躬呢 但是呢 相反的在埃及 假设你对某人说耶稣爱你的话 你知道吗 他不是抱你微笑 他是把刀拿到你的脖子上 一点都不好耶 因为他们讨厌耶稣 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主 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主 但是哈利路亚 在这样的光景情况之中 我们就在埃及有一个复兴 哈利路亚 你可以哈利路亚吗 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人口 成长在埃及是极为大的 所以当我来到台湾 我看到现在呢 在台湾的基督徒只有6% 那是两年前的事 在那时候我领受了意象从主来的 台湾必要迎接一个复兴 在台湾全力的人都要认识主耶稣 所以我们在意象看到 基督徒的人口比例成长 哈利路亚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妻子 带在身上 哈利路亚 台湾大大宣告 台湾要归给主耶稣 台湾为耶稣 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因为在以赛亚书的55章5节 不好意思因为声音比较弱 所以音量不要降低 让我们一起来说 到底555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以赛亚书55章5节 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国 是素来不认识主的国 然后这些国民呢 却快跑奔向主 哈利路亚 所以我宣告这个国的民 就是台湾的百姓 要跑向耶稣了 早就写在圣经里面 哈利路亚 是的 听到这样的一个预言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真是大大的哈利路亚 就在圣灵的恩高之下 你知道吗 在一生命当中 若是没有恩高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今天我渴望每个弟兄姐妹 都经历新鲜的恩高 我呢自己本来是跑给主追的 那时候我跟主说 主啊我最讨厌基督徒了 因为呢 因为因着我是基督徒的缘故 我被穆斯林迫害 你知道吗 为了要躲避耶稣 我整天泡在夜店里面饮酒 但是哈利路亚 主却没有放弃我 人就把我找回 然后呢 他把我带回到他的家里之后 我为了主 我进到了监狱 原因就是 当我被主摸着的时候 我太兴奋了 我看到所有的穆斯林呢 我就巴不得把圣经发给他们 但是因为这样子 我受到逼迫 就是让他们被抓去 关在监牢里面 那个监牢不是一般的牢房 而是在地里挖的洞 每天两个小时的烟行拷打 拳打脚踢 然后呢 不只是各样的酷刑 拿烟啊 拿电啊 在我身上击打 每天两个小时 持续四个月 就是一百二十天 在那个地底 不见天日的老坑林 是不见天日的 是在地底下的 也没有厕所 就在那个小小的一平方 在那边做所有的生活起居 为了什么原因呢 只不过因为我发送圣经 就在那时候 我一直在渴望得着我自己的突破 我那时候就对主说 主啊我要自己先得着突破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在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 你要去经历 同时也有发生的突破在你身上 在那时候的自怨自爱里面呢 我就对主说 主啊我在不认识你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有名的歌手 每天夜夜声歌 灯红酒绿的 过着人家羡慕的生活 然而却在我认识你之后 我受到这样子一个待遇 直到有一天 他们不只打我 他们甚至把刀拿来准备要杀我 当那时候他们把刀夹在我脖子上 对我说 如果你现在不放弃你的基督徒信仰 然后做成穆斯林的话 我立刻就杀头 把你杀头 你知道吗 刀夹在你脖子上压力有多大 那时候的我该做什么 难道那时候我为了要活命 就跟他们说 好啊那不然我否认主 我来信你们的神 好了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 很深地爱着主耶稣了 我没有办法做否认他名的事 在那时候 我站在一个徘徊的路口 我选择主耶稣 就否认主耶稣 因为他如此地爱我 他是把我从那样过去的灰烬尘土里面 提拔出来 但是那时候我面临的挑战是 我如何从那个坑里面 进入到突破 出来呢 那时候圣灵就对我为生 而且他给我一个好棒的经文 主圣灵告诉我说 我必不致死 人要存活 为要见证主的道 你必要为见证主的道 是的 我也说 我必要活着 见证主的道 我经过就是一个活生 这个见证 因为我仍旧活着 日子来到台湾 为主要见证 我就是台湾 看见台湾全地的百姓 都跪向主说 台湾为耶稣 他把我的生命拯救回来 就在那个我要经历的难处之中 有时候你不禁要问主 我的突破在哪里 在这个生命当中 有如此多的压力 在我的家人的压力当中 今天主让你来到这里 就是要把这个信息给你 让你听见 你有一个突破可以经历 今天我并不是只是要来讲道 这是我个人的生命故事 在那个坑中 在那边坐牢的我 我仍旧梦想着 我能够在数以千计的人面前 弹其他唱歌 因为我在埃及呢 写了160多首阿拉伯语的诗歌 为着要献给主 我做了很多的曲子 但是现在我在哪里呢 在一个地坑里面 但是主你给我应许说 我会离开这里 然后我要为你做见证 然后你还让我看到那个异象 使我有这个梦想 说我会在许许多人面前歌唱 所以那时候呢 因着我想要得突破那心 好大的压力在我身上 我问问在我面前的弟兄姐妹 你们多少人 有为主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呢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 心中带着极大的梦想 渴望说 我能够做这样的事 成就那样的工作呢 就在今天 尽管那个梦想 离你的现实非常地遥远 但是主今天 必要让你们经历那个突破 主要为你恢复那些破碎的人际关系 有多少人渴望也得着 然后阿们 即便你现在在经历贫苦 神要恢复你的财物 即便在你身上有任何的病痛 主要医治你 你自己今天要先经历你的突破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数字五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五段的经文 如果你们对我的生命见证有兴趣的话呢 我有写了一本书在后面 这里面告诉你 我如何从这个地牢的坑里面出来 主如何拯救我的生命 跟我一起说五 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哦 我渴望大家今天回去 都带着这五节经文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希望听到大家对经文阿们 因为我很喜欢听中文 我也希望你们能把这五节经文一次地把它念完 我们一起说马太福音19章26节 好 我们都找到了 我们一起大声地把经文读出来 大声地在主面前念出来哦 çek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上帝凡事都能 луч 所以尽管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这样 假设医生对你诊断说 这个没救了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能啊 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 身体上有严重的病症的 你可以举手 有哪些人去看医生的 不要害羞哦 因为我们都是家人啊 我对你们说 今天你要得经历你的突破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神的话就是这么说 今天的话不是我说出来 今天医生跟你说 这个不能了 但是在耶稣是没有难成的事 哈利路亚 哇好安静哦大家 我自己本人是很兴奋的 如果你希望呢 听到我的讲道更加精彩 希望你们都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埃及人啊 因为我不是华人的文化 我们埃及人中东人 都是非常的活泼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圣经神的话语就是说 我们要对主呼喊欢呼啊 我们在主面前欢呼 哈利路亚 尤其他病症的人就在主面前欢呼 你就对主说 主啊在你方式都能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听到医生的诊断 因为我们相信他们 结果我们的病就越来越严重了 有时候呢 你被医生的诊断呢 他告诉你这个病 那个病多严重之后 你自己看了都慌了 但是哈利路亚 我们的主耶稣 他看的不是那个医生的诊断书啊 耶稣会让你得到医治呢 他要把你医生的诊断书 在面前撕掉 哈利路亚 当人说这是不可能的 耶稣要对你说 在我凡事都能 今天主要把这节经文 存放在你的心里啊 大家好 我是安妮塔翻译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讲出来 你知道吗 有些人他们有人际关系 可能是你父亲 你母亲 你兄弟 就是可能跟你的家人 不管你的父母 弟兄姐妹 可是这样的人 这样子的关系 家庭亲人的关系 是破碎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神要让我讲这句话 但是圣灵现在就在对我说 把这样的话 对弟兄姐妹说 我们当中有人说 我跟我这个妈妈的关系 跟我这个妹妹的关系 可能再也不会恢复了 这个要恢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今天 我们得到这个突破的高末之后 你能够恢复你这个不可能的人 主必要使你们修复关系 主必要使你们修复关系 你只需要说 在主你凡事都能 是的 在主你凡事都能 尽管你看这个环境 这个情况不可能 但是主耶稣今天对你说 在我没有难成的事 哈利路亚 难道我们的主耶稣 不配的掌声吗 哈利路亚 对我来说啊 我想要从那个坑里面离开 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妈妈每天都杀一个人的头 在我之前已经有三十个人被杀了 对我来说 想要离开这个监牢不可能 但是哈利路亚 在主耶稣 你知道吗 他做的事比我们喝水还简单 所以今天主呢 他可以让你的医治就如同喝水这么简单 那医生说啊 你要去打针啊 要去化疗啊 但是呢 耶稣能说 不要喝水那么简单啊 你们都来领受这个医治 今天我是在对你身上的疾病 在宣告 叫你们大家都说 奉耶稣的名我得医治 刚强壮难说 奉耶稣的名我得医治 你都得医治了 哈利路亚 你要是不相信 你干脆不要来教会算了 如果我信的主耶稣不能医治你 你也不用来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活着的 是活泼有机的 你知道吗 主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 他是为你我得医治啊 所以我一定要得到我自己的突破 对 基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 是我们能够得医治的突破 你知道吗 他是为了让你能够得医治而流血 突破 我们一起说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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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再寂寞了 讲一讲那个邪漏的妇人 那时候摸着耶稣的衣裳 她是怎么摸耶稣的 她是推起众人 把他们拨开 然后奋力地去抓住耶稣 当时的耶稣身边拥挤众人 但是她把他们推开 然后抢到耶稣的面前 你知道吗 你如果想要得着医治 你要效法这个妇人 你要说我要我的突破 我不管怎么样的拦阻 我要谁带到我的突破 我的突破我要得到 然后不许来摸着耶稣 今天你要得着这个摸着 你知道吗 神的一个触摸 你的生命都要被改变了 有多少人会回应 哈利路亚 我要得着这个摸着 好 我们来看第二节经文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 那我们大声地把宣读出来 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今天主要使你成为一个勇士战士 什么是 Warrior 蛤 这就 永世战士的婚姻是这样 Warriors Warriors never say like Amen 软软的吗 Amen I like you to be the warrior Sometimes the power of the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你知道吗 我要跟你们讲 有时候啊 当战士先从嘴巴宣告 这个很重要哦 Sometimes I meet the people sorry I'm not meaning some person here but I meet a lot of people 我这讲的不是你们 不要对他入座 就是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人 跟他说你好吗 在教会里面跟他打招呼 然后那个人就回应说 你们有没有遇过 我就说我不知道啊 我今年怎样怎样 你知道吗 他们自己先把一堆的负面的话讲出来 你问他医生好好跟你说 我昨天去看医生 然后遇到了路上什么事 什么一大堆的负面的事 然后你知道吗 你旁边的魔鬼 他看到你在讲这些话 太好了 他们现在赞美他们身上的病哦 但是呢 我就教导我的教会弟兄姐妹 当你到了教会 即便你是有肾衰竭或是癌症 但是当有人问你身体好吗 你又说我完全地得医治了 哈利路亚 我有耶稣所以我得着医治 哈利路亚 不要再为自己呢 讲那些负面的事情的宣告 圣经难道不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说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今天圣灵要在你身边做震动的工作 不要再安静了 不要再看着魔鬼在你身边做工 然后你在那边安静啊 今天主要为你翻转你的生命光景 我们能够宣告我凡事都能 每一件事就是什么事 凡事就是所有的事 讲到凡事 耶稣不是说你要得医治可以 那你财务突破不行 或是你有婚姻但是其他的功课不行 不是哦 他是说凡事都能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能够数一数凡事叫有多少事吗 几件叫凡事 所以假设你需要的医治 给你了 假设你没有工作 或是你没有钱 你对主说 奉耶稣的名 主啊你能够为我做凡事 主啊你为我翻转情势 即便你的儿女已经远离主 你不要在那边一直难难抱怨 说我的儿子都不爱主 转离主 你甚至要对你的牧师来说 牧师我的儿子是属耶稣的 因为主的话就是告诉我 靠着他我凡事都能 现在就跟你的主要说 耶稣能够为你做一切的事 耶稣能够为你成就一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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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能够让你丢掉那个助行器 他今天可以使你不再靠着那个行走器来走路 因为因着耶稣 我不相信那一切的拐杖的东西 我会跟你们讲 基督教不是开玩笑的 假如你是这样开玩笑 你干脆不要来教会 我不是按着我自己约上纳萨勒 在跟你们说这句 我讲这句话是立即在圣经的根据 圣经是永远活泼有效的 今天你能够得到你的医治 今天就是你会得到医治 阿们吗 你们都在主里面得着一切了 阿们 神应许啊 一切在它里面 你不需要这样子 为了什么事情晚上烦都睡不着了 你可以每天安然入睡 然后做梦都想着 主耶稣为我成就所有的事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基督徒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假如你做基督徒 你不再凭着灵做事 而是按着你的头脑 思虑理智做事 他又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看看这个住行器 我还可以把它拿来还你 但是今天啊 你今天若是得着基督 今天耶稣就能够帮助你 再不像现在这样走路了 这个住行器就在旁边 但是拜托你 不要再依靠这个东西 你把手举起来 从主来领受 因为主今天能够摸着你 能够触摸你 今天他能够触摸你啊姐妹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因为我自己在生命 看到了太多的神迹 首先我自己的生命 是他拯救的 你们都是信靠主的人 为着你的突破 他早就付上了一切暑假 而且是让你白白的得的 让你是白白得的 那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 我们是信主的基督 那你为什么同样的事情 你要付两次代替 他早就付上一切的价了 为你有丰盛的生命 他早就付上了一切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 保罗告诉我们说 能够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今天我为你们大家的祷告 就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 你们个人的突破 今天若是你们都得着 你们自己的突破 我将会是全世界 最快乐的目准 今天主要摸着你们 当我们结束之后 会邀请你们来到前面 被祷告祝福 希望你们都能够 抓住这个恩膏 使你今天从这个门出去 你是焕然一新被翻转的人 你以后看着你的仇敌 你能够壮胆地对他说 靠着主我凡事都能 你知道吗 魔鬼说谎啊 说我不再听你的谎言 现在我身上有这样子 病痛的彰显 但是我不相信 因为我有信心 我能够宣告 那个看不见的 如同他是已经做了 做成的了 你们预备好 要听第三节经文了吗 因为有五节嘛 Hallelujah Hallelujah Efficient Efficient 1.3 Amen Go ahead 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大声地读哦 请 愿圣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Amen I love this verse 这节经文 我太喜欢了 多少人也跟我一样 喜欢这节经文啊 I need to eat it today 你知道吗 这节经文 巴不巴的把它吃进去啊 Delicious more than Taiwanese food 你知道这节经文 在我的口中 比台湾的美食更好吃 I love Taiwanese food But I love this verse more 我虽然很爱台湾的美食 但是我更爱这节经文 He already blessed us 你知道吗 他这里讲 他早就 层次给我们 就是早就给我们的意思 A lot of people come You need to change the way you pray 你知道吗 很多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要改变你祷告的方式啊 Paul never say Please Lord 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He said He already blessed us 你知道吗 保罗他从来不是说 拜托你祝福我 祝福我 他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在基督里 已经给了我们各样的 而且当他讲到医治的时候 他就说 我是医治你的神 他的话讲出来这样 而且呢 我们讲到这个文法 这个意思的 他是用过去式来写这节经文 意思就是说 已经医治了 而且他现在仍旧医治我 应该说 他是那个过去完成进行事 过去做了 现在还做 而且持续来做 所以他早就祝福我 而且现在他还在祝福我 而且未来他要更多更多的祝福我 这就是你应该跟随主的方式 有人就会祷告说 主啊拜托一致我一致我 要跟主祷告说 主啊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 天上的主看到你这样的信心 哎呀我的儿女啊 这么的信靠我 我怎么不能马上的触摸他们一下 因为他们这么有信心 他们呢 为着我要给他们的礼物 他们早就献上感谢了 我何不献就马上给他们 我自己有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哦 所以你知道家里男孩子的家庭 所以我们可以冷静一下 我那个大儿子21岁啊 长得比我还高啊 我有三个儿子啦 结果呢老二呢长得比大还高 那他呢现在15岁 他呢在打篮球 你知道吗 他在篮球队他想要投篮 他根本就像那个什么 刀垃圾一样 他根本连跳都不用跳 直接滚了 然后我老三啊 他今年14岁 他好可爱哦 非常的良善 因为呢我的老三呢 很喜欢煮菜 所以呢他都为我们预备早餐 那老大老二啊 他们每次都来找我 爸爸我要买这支手机 我要买这台电脑 我要这些钱 爸爸拜托啦给我钱 就是那老大老二啊 他们都是这样在要求 然后我总是回答他们 待会儿啦 现在我手上口袋钱不够 你知道吗 虽然我口袋有钱 但是因为他这样跟我讲 我不想 这样马上给他 他就跟我说 爸爸带我去看球赛 这个球赛要60块美金啦 现在带我去 但是我都跟他说 冷静待会儿然后晚一点 但是我跟你们讲 我这个老三呀 多聪明啊 太棒了 我真的是要夸奖他一下 他有够不够跳耶 你知道吗 他可以从我口袋挖走一切东西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难过 他总是来到我面前 爸爸你好吗 我好爱你哦爸爸 你没有办法想象 我有多爱你啊 爸爸我光是看到你坐在家里 我就感到好安全 有你这一切真美好 我就听到他这样讲 我的宝贝啊 他每次跟我说 爸爸谢谢你 每次都想到我帮我 带好多好棒的礼物 爸爸你知道吗 连我呢 都没有想象到的东西 你都很信实地 把它带给我 爸爸有你 我一切的梦想都成就了 你都知道 我妈好连那个我在梦想 那个新款的iPhone手机 我觉得你都快要买给我了 我没有办法想象 每天晚上我抱着我的新iPhone 然后呢 里面有好多游戏 我感觉我好像 就已经在玩那个游戏在享受了 他根本还没有拿到那个新款iPhone啊 他已经跟我讲说 爸爸谢谢你 你把iPhone买到我的手上了 所以我下一秒我发现 我莫名其妙就带着他开车出去 然后就到手机行里面 把最贵的iPhone买给你 因为他知道如何跟我讲话 你们都一样的 我们跟主就是这样 不是在那边跟他拜托主啊 你给我医治啊 主啊 我要财务的突破 我要钱 然后呢 搞不好神说 你讲这样的话 他很愿意祝福我们的啊 他很愿意祝福我们的啊 然后就如同在圣经里面 他早就只叫我们了 你们先来敬拜我 然后一切的好处都要赏赐给你们了 圣经不是讲吗 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然后你们所需要的 你只要淡淡地对主说 我爱你啊 主 主啊 我无法想象 因着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有各样的属灵福气已经赐给我了 其实我跟你们讲的是实话 因为我儿子不是在跟我演戏 然后呢 我就真的因为他这样子对我讲话 我巴不得送他礼物 因此你可以说 主啊 感谢你 谢谢你 已经祝福了我 当他看中你这样的心 touch 马上他的触摸下来 只要神的一个触摸 因为他说 哇 我的儿园 这就是我的百姓啊 他们深知道我 难道这里不是就这样写吗 他曾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他早就给了我们 阿们吗 好 看我们第四段 第五段 我们的经文还在 在启示录的十二章 十一节 在讲到的是得胜者 我们一起说 我是得胜者 我是得胜者 让我们很快地把这些经文读出来 请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阿们 所以你们都是得胜者 所谓得着突破的人就是得胜者 所以假装这个我摆在这里的是我的疾病 是我的需要 我要跨过去我就得胜了 其实我不是单打独斗的在对抗闭魔 而是我是跟主耶稣所留的保险一起在抗战 所以我们现在举起手 说 主啊 以你的保险折开我 主啊 我需要你的保险 使我成为单身者 触摸我的家庭 触摸我的身体 触摸我的财物 使得触摸我的属灵的生命 同耶稣说明 我们大声喊 哈利路亚 我们都是得胜者 我们在大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 最后一节 以赛要书54章17节 哇 这节经文真是更加的深了 你看到了吗 当你得着突破了 你就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你 但是你如果是没有先领受那个突破的思维的话 你知道吗 魔鬼能就能够进到你的光景里面吞吃你 所以今天 你们能够领受到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 当你从这个教会的门走出去 如果不再有任何仇敌能够攻破你 能够触摸你 魔鬼仇敌无法杀你的家庭 伤害你的儿女 因为这个教会全然被主耶稣的宝血遮盖 是的 今日主的触摸 我们的牧者就是为着我们做遮盖保护 以至于魔鬼仇敌无法进入这个教会 因此我们已经得着突破 魔鬼仇敌不能借着所有的误会跟分歧来攻破我们 我已经感受到在我的灵 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得祝福的 我们大声地把这节经文读出来 你知道吗 一切仇敌魔鬼的创造无法伤害 这节经文非常深 让我们用灵来把它读出来 请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 必不被利用 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 你必定他为有罪 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 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们 哈利路亚 这是耶和华说的 公主的话语告诉我 他赐给我这样的产业 我爸爸可没有在银行里面有几百万的遗产给我 但是呢 我从主耶稣那边 我得着了我一切所需要的 哈利路亚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有产业啊 你知道吗 在十字架上 他为你做神功把一切都赐给你 你渴望得着这样的产业吗 让我更深地讲一下 他这里讲蛇啊 你知道吗 有人在背后传蛇 对不对 有人就讲 哈 这个姐妹今天来都没有跟我握手 然后就因为这样生气 在背后一直讲 你看看今天台上那个牧师讲话这个样子 就在背后讲 有没有 看刚刚那个敬拜的 他唱歌这样摇来摇去的 你知道吗 我们的蛇啊 能够讲很多的话 但是这里经文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哦 用蛇攻击你的 在审判时候兴起的蛇 不能被利用 奉约说明 以后没有任何人用负面的话去攻击你 因为你是主的儿女 我们已经从他领受产业 哈利路亚 好 我要请敬拜团上来 哈利路亚 我要请大家站起来 站起来 你如果渴望得着这样的恩膏 这个突破的恩膏 要请你们来到前面 你不用来到前面跪着 你只要单单地站来前面 若是你是需要得着意志来到前面 我要那个鼓手上来 鼓手 我们一起举手 在主面前 我所讲的已经讲完了 我今天的讲道已经结束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需要把后面的椅子往后移 把椅子往后移 移到后面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空间 让我们把灯光打暗一点 因为现在圣灵的恩膏要下来高磨你 虽然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对你们来讲很新鲜 但是我感觉到圣灵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不要被你周围的事情影响分析 你要单单地在主面前静默的时候把眼睛闭起来 敬拜音乐下来 不要担心 你们可以放松领受圣灵 后面会有人 没有担心 灯光暗一点点 谢谢 一起举起这手来 一起举起这手来 现在先是音乐就好 在灵里的音乐 因为圣灵与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要尊容它 非常轻轻的 非常轻轻的 继续的 祝福 轻柔的 轻柔的 节拍 让我们在主面前举起双手 举起我们的双手 音乐 不要停 请继续的 不要停 把旁边的人分心 专注在神的面前 如果你渴望得着这个突破的恩高 今天就是你得着的时候 今天正是你得着的时候 让你的情感 能够得着你的突破 你不要在心里对主说 我就是得胜者 这个高游不是朝霍 是来的 这个高游是朝圣明来的 哈利路亚 我们对主来歌唱 让我们开声来对主 在主面前 我们不需要闭口不言 我希望你的祷告是大声到你旁边的人 可以听到 你对主来呼唤说 我要你的突破 举起手来 举起手来 因为你的举手是降伏 你用灵圣 祝自己的亲子的触摸 是的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了 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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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为你的包协 感谢你 祝我今天摸着你的耳朵 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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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én 祈得许许多多内在的意思 耶稣是 here today 祈求一次我的姐妹 祈求一次我的姐妹 哈利路亚 触摸圣灵的触摸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永远不要点 永远不要点 哈利路亚 现在在你内面做一次的工作 主啊触摸你的女儿 现在就摸着她 在她里面做医治 现在现在摸你的女儿 一切的病症 所有的疾病奉耶稣的名 是的离开她 圣灵进来 触摸你的女儿 触摸你的神度 是的就在现在奉耶稣的名 哦 主啊 主啊 主啊一致 耶稣要把突破给你 现在领受 拿去 领受 哦 触摸 哦 哈利路亚 不要看别人发生什么事情 你淡淡地跟主来说 the more you concentrate with the holy spirit 你知道吗 你越多在灵里专注 Take your inheritance from you from him 你要淡淡地 对准住 现在他要给你 招命了 耶稣的女儿 需要你的负负 力专注 主啊 我要负你的 祢 existing in as Berecial Health take your back through take your back through take your back through in the name of Jezus take your breakthrough in the name of Jezus REG podcast fácil 是 祝福你啊 女儿 把手提起来 提起来 现在主正在摸你这个弟兄 祂好爱你 祂现在正要医治你的身体 你只要从祂手上拿起你的产业 主啊 我爱你 我需要你庹祂的解铐 谢谢你为我庹祂的解铐 谢谢你为我庹祂的解铐 谢谢我庹祂的解铐 谢谢你为我庹祂的解铐 我们庹祂的解铐 我们庹祂的解铐 他是麻烦的解铐 准备都很厉害 准备引续车 准备他们的解铐 阿悠瑛 祝你�祈从祷 阿悠瑛 祝你祈祷 祝你会祈祷 祝你祝祿 你不会在一样的 你不会在一样的嘛 我们不会在一样的啦 我不在一样了 阿悠瑛 阿悠瑛 あ主 meidän姐 现在可以唱歌了 可以唱 现在可以唱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歌手可以唱啊 歌手的音乐下来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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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起手来 触摸你 更多 奉耶稣的名领受 领去 祝耶稣 祂现在正在依赐你 不要再担心过去的事 祂给你新鲜的事情 祝耶稣的名领受新鲜的事 祝祂在你生命当中 有信心要做起 你不会再一样吧 今天的词词之后 主要为你翻转一些 在过去伤害你的人 他们会会后悔 因为主要把恩宠给你 恩宠 说我需要我的突破 祝祝很强 祝祝很强 对主来说 主啊你配的所有荣耀 谢谢你 触摸你的感谢 触摸你的感谢 从你而来的一个触摸 只要一个触摸 谢谢主你 你能修我的生命 你去 不要怕 你受 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圣灵谢谢你 圣灵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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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唱 牢的歌曲 我们唱 secretly 圣灵的歌曲 能救你 进手 神不会贺帮你 对你 别在心 神不会上你 对你 我爱你 他爱你 它的主意 更改变你 他正在改变你 祝你好 祝你会得到你的 第二次 你也会得到你的痛苦 我可以跟他说 我今天会得到我的痛苦 而且神也答应你 你永远会不会同样 你的态度会会改变 耶稣 你是愿望向你歌手 耶稣 耶稣 高举双手 确实敬拜你 耶稣 耶稣 你是愿望向你歌手 耶稣 耶稣 高举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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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碟双手 姑娘 我们的小歌手可以唱 现在的歌要强一点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我看到圣灵很强的 在做出国的工作 我们不是一个 相信圣灵运行的教会吗 如果你真是相信 圣灵的大人 你不要限制祂的作为 只要唱出歌曲来 有歌 有声音的歌 就连你们刚刚唱的也可以 就刚唱 刚刚唱的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开声 被主说 主我要我的突破 主啊 我要得上我的突破 大神在面前 在主的面前 善罢来呼喊 I will never leave this place without my breakthrough 你现在有一个坚定的心 我今天没有打我的突破 我不走出去 阿拉巴沙赛 这是我的圣灵的歌 是的 主啊你的儿女 你亲自来冲磨哈利 面对剧破大神的美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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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ちゃん 采取一首的神的歌 阿拉 archety个 為我力量照顧生活 大聲地唱出來 我勿勞鼓勵你來唱這首大聲一點 跟著你們的拙力音響 手好困難 Hallelujah 你的我心人有大喜樂 重新鼓勸唱著這首的神歌 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選手 Hallelujah lift your hand 學起手 Hallelujah 這一首兩首繫想 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選手 Hallelujah 天啊 祝我祝你生日康 祝我生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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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康 祝你生日康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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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t hallelujah 我們一起大聲鼓勵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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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問 就是王就是我的生命 你是有成有火的傷害 Hallelujah 大聲的美 Hallelujah Hallelujah 唱著你手雕像的歌 I will sing a song of victory If you're in the end of the day You're in the end of the day You're in the end of the day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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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you to shake hands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Say I receive my breakthrough today I receive my breakthrough today 你現在就可以跟你的思維的弟兄姐妹 可以握手或者是對他說 我今天得到我的突破 Amen Amen Amen宣告 用你的口來宣告 你一生的突破的很高 Hallelujah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我會再會一樣 你不再是一樣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来我们大家站得不要动 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躺在那边就继续躺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今天就不再一样 蜀天的恩高已经降临 主啊你让我心里面 不断的被你的话语感动 我不但今天把这五节圣经 带回去反复思想 上帝我求你感动在你仆人身上的恩高 持续的在我们的身上 继续向我们说话 2020年的上半场 我们已经跟他们say goodbye 在新的一个开始 我们要突破 我们要在我们新的道路上 在我们新的当中 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上帝要把活泼的信心 喜乐的灵摆在我们的里面 要战胜仇敌 不再惧怕 主啊今天带着上帝你自己的恩高 我们不断等一下享受爱言 也求上帝把感动分享的心 在交通当中 上帝你继续的意志我 示范我 让我得到上帝 你给我的命令 祷告感谢 父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把灯打亮 我们把灯打亮 我们跟新来的朋友握握手 上帝爱你 主要看见你我很高兴 今天这是一个我们一同敬拜 认识上帝的好日子 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 哈利路亚 下个礼拜 我们是请到知名的圣经学者 康来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在下一个礼拜 是我们最受欢迎的 胡平坚军牧师 都在我们当中 希望每一个礼拜 都对大家带来加倍的祝福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下个礼拜是开放的 欢迎弟兄姐妹 在下个礼拜来听 看来唱牧师 下下个礼拜是 胡平坚牧师 我们都欢迎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我请有一些人 我们先让约瑟牧师休息一下 哈利路亚 原则上 我们在这边聚会就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呢 我们让约瑟牧师休息一下 我会邀请 我会邀请有一些我们的同工 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有需要的 内行的都知道 请你打开你的手机 然后开在录音的状态 我等一下会请约瑟牧师 跟我们的翻译的姐妹 我们会走过去 你可以把你的预言录起来 但是也不见得 我讲的 我这个只是建议 不见得每一个他都会这样做 那现在因为已经11点多了 如果你要打饭吃饭 你就排到后面去打饭 然后到隔壁那一间吃 不影响到这边的进行 好吗 好 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 来 新朋友把手举起来 第一次来到哀家背教会 慢慢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耶稣爱你 我们也爱你 下个礼拜看来昌牧师 下下礼拜胡平坚牧师 上帝把最好的 上帝的仆人都摆在我们当中 所以等一下要去吃饭的 可以静悄悄的就到后面 我们不影响这边聚会的进行 我现在 我请一下我们教会的同工 我们请一下我们教会的同工 我们的董监师来前面 我们的董监师来前面 好 我等一下请牧师来为我们大家有一点预言的服事 我们请他坐到前面来 那我为了要让这个时间的效率够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暂时第一阶段停到这边好不好 如果你们要去吃饭的就打饭在后面吃 不影响这边 对 那我这边呢 我现在请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部长 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董监师来到前面 好 来到前面 我们等一下就请约翰姆斯给我们做有一点预言的服事 wonderful 谢谢